郭文貴議員 謝謝主席,有請沈記長 請林沈記長 董偉招 沈記長好 有關有國政府在收煙券的時候 不管是投入長照還是把它投入有關煙害的防治 我相信正面積極的功能 雖然導致了在整個社會 真的所得分配的金字塔的時候 基層的民眾 他們的衝擊跟感受是最強烈 但是如果你用的目的正當的話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從公益的角度還是會支持 但是如果這個煙券拿去被濫用的話 這件事情就很嚴重 審計部在2012年的時候 你們有查契 那個煙券拿去做什麼呢 地方政府拿煙券吃飯摸彩 出國考察購買汽車文康活動買黃金米 甚至離譜到連伴手禮都送了 2012年就查到這件事情 我今天第一個最具體的問題 然後呢 球有追回來嗎 有人被懲戒嗎 有人被彈劾嗎 來請沈記長回答 是的這個我們確實在 對這個地方政府說說煙間的使用 我們有做個普查 那對這些租用 那麼不合屬於 我們也提出這個意見 那這個意見呢 最後也經過監察院立案調查 檢察院也來提出這個糾正案 等一下 檢察院什麼時候糾正 是的 這個檢察院 107年的6月 那很奇怪啦 2012年就發生了事情了 我現在不是在講最近耶 2012年就發生了這樣子亂搞 我們的審計朋友很辛苦 查出了這些弊端 然後呢 然後就沒有然後啦 錢沒有追回來啊 沒有人被懲處啊 各位你的報告就是 我們除了在102年來調查以外 我們在104還有106 後面的 等一下我再請教審計長 我們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來嘛 2012年就出現了這些弊端 沒有法律效果 錢沒有追回來 沒有人被懲處 誰會怕啊 這樣子的審計工作 不是在打花拳繡腿嗎 不是做好玩的嗎 審計長我有說錯嗎 各位委員報告 這裡面有些是主管機關的規範 不完整 還有他的監督機制 奇怪了 如果主管機關規範不完整的話 那按照你們審計相關的規定 人家都沒違規啊 但是明明就沒有按照燕圈應該使用的目的 錢拿去亂花 出國旅遊 買黃金米 送伴手禮 吃飯喝酒 通通都拿燕圈去花 結果呢 2012年不處理嘛 所以你看 到2016年 你們還是繼續的 提出審計報告 說錢還是在亂花 那我的問題就來了 你們前面審計的結果做出來 沒有法律效果 然後你要財政部 告訴財政部 你2012年就講啦 你也沒有去抽查 你也沒有去考核 不能這樣搞 結果2016年還是一樣啊 繼續亂花 結果你們的審計報告是通知財政部 檢討妥處 那財政部已經擺爛這麼多年啊 那你們那個審計報告 審計做出來到底有什麼用 審計長我直接問你啊 要不要送人彈劾 跟委員報告 這裡面我們每年來追蹤他的 對嘛 你追蹤的我都有看嘛 但是大家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審計長不好意思喔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 財政部有做一些改善 包括說來減少 我現在直接問你啦 減少地方 有沒有人應該被懲罰 有沒有人應該被堂合 有沒有 審計不表達你的立場 要不要送懲罰 要不要送堂合 還是沒有關係 我們每年審計照做 違規兼違規出審計報告 大家一樣行李如意 事情過去就算了 可以這樣搞嗎 各位報告這個案子 有沒有人該受懲罰 有沒有人該受彈劾 具體 針對具體問題回答 是的就是監察院在107年6月糾正 那財政部也修改相關的辦法 包括減少 2012年的事情 到2017年才糾正 審計長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 有這麼困難嗎 有沒有人應該被懲罰 有沒有人應該被彈劾 有還是沒有 我想這個早期 在個案上 各審計處處 他要看那個情檢去處理 不是嘛 你如果連你今天審計部自己查出來 違規使用 軟趴趴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人該被懲罰 有沒有人該被彈劾 還一直在顧左右而言他 大家怎麼會怕 繼續亂搞啊 不就只有財政部這樣喔 來審計長我再帶你看 2014年的時候 你們的審計同仁也很辛苦啊 告訴衛福部 補助民間團體亂花 沒有實地查核 衛福部有改正錯誤嗎 有嗎 我跟你們報告就是 這整個案子我們 經過幾年的督促 那監察院糾正 我們最近 我們要做一個徹查 如果說 這些導證措施 等一下齁 還沒有落實 你未來 要怎麼徹查 我們等一下再討論 我會給你很具體的資訊 讓你好好的去徹查 但是審計長 我跟你報告一件事 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 我從頭到尾沒有怪審計部的同仁 相反的 我覺得審計部的同仁很辛苦很認真 把這些弊端都查出來 但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你們審計報告指出這麼多缺失 拿納稅人的煙圈去亂搞 結果接下來的相關機關 財政部也好 衛福部也好 根本沒有在理你們啊 地方政府 更是把你們的話當成耳邊峰 出這樣的審計報告到底有什麼意義 納稅人寄望看到的 絕對不是說審計部出完審計報告 有缺失 然後呢 大家都在問然後呢 錢有抓回來嗎 有人被懲處嗎 有人被彈劾嗎 答案通通都是沒有啊 那沒有這樣子的審計到底有什麼意思 衛福部也是一樣啊 來審計長你自己看電腦螢幕 你們2014年就糾正啊 問題是衛福部有改正錯誤嗎 沒有啊 你們到2017年的時候 繼續告訴衛福部啊 你們錢還是沒有管好啊 那這樣子鬆散的結構 導致的狀況是什麼 錢亂花沒有關係 沒有人要把錢繳回來 沒有人被究責 那就大家繼續亂花嘛 亂花到什麼樣 亂花到 我們的國民健康署戒菸治療管理中心 連開假發票 貪污做假帳 這種事情都幹出來了 來審計長 從我開記者會到現在 針對國民健康署 我所檢舉的 開假發票 貪污做假帳 開私人戶頭 這些弊端 審計部開始著手調查沒有 是的這個案子到目前為主呢 那麼這個廠商 他們這個衛生署的證控去查的結果呢 那麼對於這些沒有做的部分 他們已經追回一部分款項 那本部再繼續 這個請他減送的相關資料 我們發現說 107年度呢 還是有他們發現的切數 他沒有處理 我們是缺失嗎 紀律部要請他 只有2018年嗎 再追回來 我先問你一個最具體的啦 沈記事長你可不可以承諾我 不要相信國民健康署自己的調查 我為什麼說不要相信國民健康署自己的調查 我今天的質詢會把他講得很清楚 國民健康署自己就在包庇啊 那你還相信國民健康署自己的調查 沈記長可不可以承諾我 沈記部下去查可以嗎 是的我們已經查了一部分就是說他 你已經查一部分嘛 有同一個情況 來來來來來 你說你查一部分 我今天直接點名問你 你們有沒有查出來 一家國內非常有名的民調公司 叫做全國公信力 全國公信力民調公司 每年承接我國政府部門幾百萬的標案 連法務部的廉政調查 都有全國公信力來承包 來你查的結果 你有沒有發現全國公信力民調中心 開假發票 給國民健康署的健康治療管理中心 一起做假帳 有沒有 這個資料我是第一次來 奇怪了 你不是跟我說你有查嗎 怎麼審計部可以查帳策 查案的能力比我還差 第一次聽到嘛 那你選人之前查的不夠徹底啊 審計長要不要承諾徹查 各位委員報告就是這個 他們 依照用這個眼間來委託民間團體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好嗎 民間團體它是直接照合約開發票來報銷 對嘛 民間團體 民間團體 他們拿發票報銷可以拿假發票嗎 不是他開的發票是他自己發票 那是執行單位他自己作帳 那麼有沒有理A的部分 對不起喔 全國公信力民調中心後台是很硬是不是 你剛剛跟我說審計部有查 我就直接點名問你有沒有查到啊 你說你沒有查到這部分 我要進一步請教你可不可以承諾我徹查 怎麼審計長你又開始固著而言他 這個部分是他們正轟去查這個廠商 對嘛 那這個部分審計部不應該管嗎 這個資料我們會帶回去 再作為損合了一併的一個參考資料 什麼叫審核的一併參考資料 審計長可不可以承諾徹查 你覺得不承諾徹查我不下去啊 開什麼玩笑啊 這麼離譜的違法事實上我都攤在你面前了 還在顧著而言他 審計長可不可以承諾徹查 謝謝委員提供資料 這個委員資料我們會查出他是不是 這個尊重的這個情況 依法處理 來我再進一步請教審計長 一個公司 既然開假發票 幫人家一起做假帳 那詐欺政府的公款 詐欺納稅人的錢 這樣子的公司 來審計長您看一下 每一年 承接我們中央政府多少標案 過去這幾年 我隨便加一加 總金額 已經達到數千萬元 五千七百 九十八萬 這樣子的公司 還適合承接政府標案嗎 這樣的公司 過去的標案不需要徹查嗎 審計長承諾我 什麼時候審計部下去認真的調查 徹查出來的結果 能夠給全民一個交代 好給委員報告第一個 這裡兩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說 某一個公司 他承包政府 很多的這個標案 那麼在各機關採購的時候 他有沒有符合政府採購法的規定 那這邊有沒有公開公平 那這個我們會針對委員提供 那麼我們會另外再從工程會的網站下載 追加這個民間公司 他總共承認多少這個標案 我跟你說啦 審計長 我跟您報告 我追案子 我查案子 都非常具體的 我從來不說空話 我也希望審計部 拿出相同的精神來 謝謝 查到這樣的違法舞弊 當然必須要有人有交代啊 要不然 大家基層的民眾在繳的煙圈 就這樣被汙走 誰能夠忍受啊 如果發現這樣的違法舞弊 我們的政府部門的反應是軟弱不堪 以後誰會怕 我從今天一開始質詢的時候就跟你講啊 你們2012年查到現在 2018 2019年欸 誰理你啊 亂花也沒有關係 審計長需要多久 好我想在整個這個 兩個禮拜可不可以 兩個禮拜時間有點短 因為這個 一個月可不可以 這裡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 因為時間到了 是不是請主席直接財事一個時間 我尊重主席的財事 我相信主席也 這麼嚴重的事情 我們主席也不會財事給你半年啊 你們回去都查一下 因為這中間還有很多層面很廣 我們兩個月內來提出這個報告 兩個月夠不夠 一個月啊 兩個月太久了 一個月的時間齁 好 兩位時間到 好 下一位質詢請賴士堡委員